There's something you should know, it affects close to 200,000 kids in Canada alone, it's autism, and it's the number on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in the world, are you surprised? Most people are, and the numbers keep growing. 在我们身边,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什么是自闭症?为什么有的孩子会被诊断为自闭症?自闭症的表现有哪些?我们应该如何帮助自闭症儿童?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从2008年起,每年的4月份定为世界自闭症关注月,以提高人们对自闭症和相关研究与诊断以及自闭症患者的关注。 2008年,Knax Autism Network也由Wencura-Knax的共同所有者Paola和Clara O'Kolini于2008年创立,他们的儿子患有自闭症。 请问,什么是自闭症?自闭症常见吗? 自闭症的话,它是具有以下的特征。社交沟通的可能有一些困难,还有感觉能力异常敏感,跟喜好的可能有重复的相同的行为。 那这些情况下,可能会因为个体的专长、兴趣与能力而有着广泛不同的表现。 那在加拿大的话,每个66个儿童里面就有一位诊断出有自闭症。 那男孩患有自闭症的比例的话,大概是女孩的五倍。 对,我们的创始人是Paolo跟Clara O'Kolini。 那他们其实是这个球队的一个主持人那样子。 他们就是在十年前的时候,就是很沮丧,就是发觉到在BC省没有很多给自闭症患者的不同的体育跟活动的机会。 所以他们就是跟他们就是来合伙,跟我们那时候的CEO一起合伙,来创始的这个机构叫Conux Autism Network。 Conux Autism Network致力于为儿童、青少年、年轻人和自闭症家庭提供全年的体育和活动项目。 同时,在布列甸哥伦比亚省的社区提供培训并提高人们对于自闭症的认识。 那我们的节目的话,其实提供了参与者尝试新的运动与活动的机会,在很安全跟充满支持的环境下,让自闭症的患者发展他们的社交能力与沟通的技巧。 我们就是不论参与者的不同的程度,有些可能就是没有言语,或是有些可能就是走路有困难的,不管他们的程度是在哪里, 我们都会通过专业的技术人员来资源跟他们的父母亲合作,我们还有提供很极高的比例的员工和志工的参与下,确保每位参与,参与者都能成功的完成课程。 目前,Canux Autism Network是大温地区唯一一家聚焦体育训练,尤其是冰球训练的自闭症群体组织,现在拥有会员5000名。 我们在大温地区,像温哥华,Bernambi, Suri,Cocquillen都有不同的体育和活动,那我们在温哥华岛,也有Victoria,Danaimo,在比较北的地方,Colona,Cantloops,那边都有,所以我们其实在BC城还蛮广泛的。 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支持和参与我们的这个组织呢? 那我们Canux Autism Network,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那我们是有接受金钱的捐助,我们也欢迎大众人民来做义工服务,那如果有兴趣捐钱或是做义工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网站,我们网站Canux Autism.ca,会有更多的讯息,对。 通过Canux Autism Network的体育项目,已经有许多自闭症患者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认知,并且获得了萌生的能力。 这两年有更多的努力来设计更多的给青少年跟大人的不同的活动跟课程,那这些比较不是体育活动的,是比较,这些活动是比较,节目是比较关于有跟社交,跟做义工,找工作,不同的活动有关。 有一个,我们现在有一个员工,他也是在十年前才参加了,他之前是一个,他参加了我们的一个Hockey program,打球球的program,打冰球的课程。 那现在他其实,他认为我们的员工,因为他自己是做Goalie,当防守员,那因为他就是对这方面很有兴趣的,有做很多的自己的research,所以我们才聘请他来当我们的员工,来把他的experience,把他提供了下一位当Goalie的人,就是,对,教练。 自闭症儿童,又成为星星的孩子,他们其实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也许一个拥抱,一个微笑,一份善款,就可以让他们除获温度,助力梦想飞翔,有爱不再孤单。 这个是我的弟弟,Hunter,和他有兆胞。 Thanks to Canucks Autism Network,我可以玩玩游戏,玩玩游戏,玩玩游戏,玩玩游戏和玩游戏。 For all they do for autism, please visit CanucksAutism.ca